本周市场持续低迷,中美贸易战阴霾再度笼罩A股市场,市场情绪再度谨慎悲观,从近期市场表现来看,量级分化较为显著, 且热点方面难以持续,即使有相对亮点呈现,也仅维持一两天的行情,同时,市场量能持续低迷,即使市场出现反弹,但量能不足,难以支撑市场有效反弹,市场存量资金博弈较为突出,当前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相对较多,其中,中美贸易关税问题将继续影响市场情绪。 短期来看,在悲观情绪影响下,市场空难短期出现转变,市场谨慎态度,将继续作用于市场,当前市场仍处于低位徘徊,情绪底,政策底,技术底,资金底等各种底陆续出现,市场参与者能否在短期达成一致,将短期继续影响市场走势。 目前来看,市场量能持续维持在2500到3000亿水平,无论是杀跌还是法弹,将都在短期影响市场方向。 当前市场处于白点的区间调整中,向上难以有效突破2800,向下2700点反复确认。 但向下能否坚守住市场的心理关口,将更多影响到市场的短期情绪。市场若短期失守,悲观情绪下,更容易发生场内的踩踏。 但如果能够持续坚守,市场未来的趋势有望发生变化。 但最关键的是市场资金情况的变化,能否出现长效资金介入,推动市场反转。 近期影响市场的两大板块,一是大金融,一是科技股,两大板块短期将继续影响市场情绪。 大金融对市场调整起到维稳,而科技股则是对市场情绪反应。 大金融板块中保险,银行影响主板市场,科技类板块国产软件,物际概念影响中小创市场。 只有两种力量共振向上,市场才会出现转机。 前期,我们提到的两大投资主题,大基建和央企改革,只有出现市场向好时,才会作用于市场。 当前来看,市场弱势行情下难有很大作为,对于热点缺失的市场,我们不妨关注一下市场中心的机会点,那就是超跌股。 本周来看,超跌股中部分股票表现不俗,近期呈现出持续走强,典型代表,乐视网,得心交运,中红股份等等这些带病股。 之所以带病,主要原因要么是业绩持续亏损,要么是面临退市风险。 这些问题股往往被市场风险资金短线追捧,但它们的共性就是超跌,部分个股股价相对较低,低价。 超跌股成为本周弱势行情下一道亮丽的风景,特别是年初至今跌幅超60%以上的个股,成为风险资金青睐的主要标的。 但往往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,不建议朋友们参与,文章来源,据崩头雇作者,朱华雷实业证书编号,A0680613030001,免责声明,以上内容仅供参考,不构成具体操作建议,据此操作盈亏自负,风险自担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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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